花70萬買18歲的越南小女生當新娘 只為了能夠傳宗接代 關於網友說我人口販貿啊 或者是什麼買子宮等等 我最想要的事情它能夠滿足我 其他大部分的事情我覺得我都是可以包容它 是一個很簡單的聯誼的活動 其實現在很多越南的女生就是個性很好 好相處 然後又肯跟男生一起努力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他們多半偏傳統 所以都會喜歡有小孩 所以我覺得跟我想要找的另外一半就是很符合 像如果我現在要找對象 那是希望以就是有小孩為目的的話 是不是我可能沒有辦法找年齡太高的女性 比較年輕一點 比如說20幾歲或者是30出頭的女生 其實他會覺得自己還很年輕 所以他並不想要那麼快有小孩綁住自己的生活 我已經40歲 所以我們的步調沒有辦法一致 以前是撐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磨合 後來到很穩定 現在要重新來 再叫我要再跟另外一個人再磨合那麼久 我會不想 我會認為說直接找一個就是 比較相符合的就好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比較激進的回應 花70萬買18歲的越南小女生當新娘 只為了能夠傳宗接代 只有我不懂為什麼這種生意該被合理化嗎 我想要小孩跟傳宗接代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享受那種家庭生活 女生如果要跟你談戀愛 跟要跟你成家有小孩的話 他的標準會不同 其實我滿認同的 對啊 因為你談戀愛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你不用考慮到 但是有小孩之後 他會考慮的點非常多 所以在經濟方面 他的要求會變很高 那我是達不到這個要求 你全會覺得說 像這種中介就是不好的 然後就是沒有感情的 感情是可以後面再培養 大家都聽過相愛容易相處難 對不對 就算你先相愛了 但是如果你們兩個人對未來的規劃不一致 以後也是遲到會分開 他跟我目標一致 他也想要有家庭生活 就是我最想要的事情 他能夠滿足我 所以其他大部分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是可以包容他 或者是我都可以配合他 所以我不認為我們以後會有什麼問題 約會的方式一開始 是吃個飯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我們有吃個飯 然後就是有互動 但是因為畢竟不熟悉 過程中可能都需要有一個翻譯去陪同 因為他必須要幫我們翻譯 可是我發現跨國婚姻其實滿麻煩的 他是不是還要驗證很多東西 對為什麼我會想要透過仲介 是因為我在台灣 跟女生要從認識到相處到交往 時間就可能會拉很長 你跨國婚姻你要自由戀愛就更困難 跟好像是那邊的外交部面談說 你跟他是連約會都有證明 對 那我透過相親這個方式去認識 只是因為我們先把雙方想要的最終的條件 和目標都列出來 有一致而止就可以直接在一起了 那當然這樣子是好是壞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自己是認為就是可能會對我來說 以目前來說是比較理想的方式 關於網友說我人口犯貌啊 或者是什麼買子宮等等 但是在年齡差方面呢 基本上我是完全沒有回 因為我確實就是老牛吃嫩草 那你覺得台灣男生 他在沒有什麼選擇的情況下 如果他經濟條件允許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做法嗎 其實現在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是兩點一線 就是上班下班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機會去認識異性 這不見得是一個好的做法 就他可能可以很快讓你跟一個女生成家 但是後面要怎麼維持 那才是重點 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也會唱衰啊 這是事實他們會留說 你以後比如說他現在會跟你好啦 那你之後怎麼樣怎麼樣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雖然說我們就是很短的時間就在一起 但是因為我還算是會跟另外一半互動 所以我會懂得就是要照顧他 就是對他溫柔體貼等等 但是有很多男生因為 比較沒有什麼在跟女生相處 就算你真的把他娶回家之後 你不懂得怎麼跟他相處 你們要怎麼培養感情 所以我覺得要做這些事之前 你可能必須還是要先讓自己 學會如何跟女生相處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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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第一位 受邀在雙十國慶活動中 擔任主持工作的新住民 我是阮秋恆 越南語名字叫淵土恆 那我來自越南的北部 有時候還看到有人騎馬去市場 這樣很有趣 但是回想當時的那個整個環境 還滿辛苦的 因為連水都沒有 等他 等他 或許就是因為小時候的 生活環境並不好 阮秋恆一直有個念頭 想要到不一樣的國度去看看 於是趁著高中畢業 母親也在台灣工作的機會 她一個人 在完全不懂中文的情況下 隻身來到台灣 我對很多台灣的東西都不熟悉 譬如說好了 就是丟個垃圾 我就不太會 我常常到學校之後 就把垃圾帶回家 對 我想到這個就想哭了 因為那時候真的好可憐喔 丟個垃圾都不敢 因為怕有人家會笑我 為什麼要哭 不懂沒關係 努力學習就對了 靠著認真的模仿 她慢慢融入台灣社會 我還滿喜歡去模仿別人 所以我當時老闆 怎麼去跟客人講話 我就會隨著 感覺我在跟客人講話 然後幫客人點菜 從當初的怕鬧笑話 到現在已經能獨當一面 阮秋恆相信 在台灣 她一定能闖出 自己的一片天 大家好 我是來自越南的秋恆 我的工作是越南語老師 越南 因為她總共那麼美 你們一起去 歡迎我們 秋恆喔 你好 宣傳線上課程 有什麼課程 謝謝 我最近有推出一門 線上的越南語課程 叫越南生活通行政 希望是台灣朋友 可以透過學習越南語 也可以認識越南的文化 軟秋恆 所以來台灣的原因是 我那時候是因為 我媽媽在台灣工作 所以我就來學中文 然後念大學 是念會計系 然後認識很多台商 他們要去越南工作 或者是外派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幫他們家教 家教 家教 然後後來就 在補習班 教越南語 那後來我發現 在補習班 除了台商之外 也有很多是新住民的小孩 他們來學媽媽或爸爸的語言 了解 對 然後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是讓我很有成就感是 不只是教他們學會越南語 也讓他們對自己的身分認同 有加分 對 因為曾經有一次我在國小演講 然後那個小朋友 國小生 他 我結束之後 他就畫一幅畫送我 然後他就說 他一開始知道我是越南語老師去 他很不高興 因為他怕他的同學知道他媽媽是越南人 他幹嘛 這有觀念 因為可能十幾年 二十幾年前 大家知道台灣的社會風氣 對於來自東南亞的女生 有一點刻板印象 所以他那時候就想要隱藏自己的身分 No 但還好 那時候我去了之後 他就寫那一幅畫給我 然後他說他發誓 從那一天開始 他不會對自己的身分感到自卑了 不要再隱瞞了 對 因為他發現他身邊的同學 都很喜歡越南人 我還因為 我還曾經因為我媽媽 不是越南人而自卑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沒有關係 這太誇張了 怎樣就怎樣 太誇張了 高雄人 台南人 WK嘛對不對 都是好嘛 We are the war We are family 對啦 然後你看那個畫有沒有 那小朋友畫 他畫你嗎 小朋友畫的 對 他畫我 好漂亮 他現在應該已經練大學了吧 很棒 我覺得當老師這個 有鼓勵到一個小孩 都覺得很有成就 對 就夠了 古裝具愛吃糖葫蘆 還沒有來台灣之前 在越南常常看台灣的古裝去 然後看到演員在吃糖葫蘆 都有糖葫蘆 所以那時候我的夢想就是 夢想 來台灣吃糖葫蘆 對 來台灣吃糖葫蘆 很容易滿足對不對 結果我來台灣之後 去夜市買到 對 我嚇到了 怎麼了 我的夢想被毀壞了 壞 被毀壞是嗎 因為我覺得 它的味道有點怪 不一樣 裡面現在放草莓 都有 草莓或者是番茄 然後外面的糖 梅子 它的味道有點怪 大家有吃的習慣嗎 還是你買到 買到臭酸 各位 我在台灣的教學 經驗都很好 我在教越南語的過程發現 越南語跟中文 或者是台語或客語 有很多的單字聽起來很像 台灣的學生他們在學越南語的時候 有一個辦法 就是每一個學生 當老師在念某一個越南語單字 他們就馬上用台語 或者是中文去記 對 那個叫空耳 空耳 空耳 我們會用空耳學韓文 對 韓文也好 但是有一些音沒有那麼像 那有時候我 譬如說我要教一個單字 職業好了 然後我為了想要讓台灣學生 更容易記得 我就問他們說 台語或中文有沒有什麼 聽起來很像 因為越南語是 然後這個單字 對 很多台灣學生跟我說 老師那你下次叫這個字的時候 你可以說夾的台語 然後下一次我跟另外一個同學說 你講台語的夾 他說 欸 然後我說 蛤 不是欸嗎 他說不是啊 我是唸欸 對 後來我就是沒有辦法 教這個單字了 因為台灣學生有一點 就是本末導致吧 他們會覺得說 老師這個字很難耶 所以我沒辦法唸 反而更膨脹 因為每個地方的台語也不太一樣 對 然後閩南語 它的字比較難一點 對 閩南語也有閩南語的字 是 招難的 教育部規定的 閩南語的字是後來 很多才去印是研發出來的 你要推行這個 但是 越南語有很多單字跟閩南語 有很像 譬如說熱鬧 越南語叫腦念 腦念 太像腦念 很像 腦念 對 所以台灣人學越南語 會滿快的 好玩 腦念 我也跟其他老師一樣 就是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帶學生 有時候也是用演戲 情形式教學 然後 像我在大學的話 有時候我不會讓學生考試 因為學生每次都會跟我說 老師又要考試嗎 筆是很難 對 那我就想出一個辦法是 讓他們去報告 但是不是傳統那種 就是你做PPT然後上來報告 我覺得我都會問他們說 你們是哪一個課系 比如說他們是學電視電影的 那他們就用他們的賺場就是拍影片 所以有時候他們就當新聞主播 然後去報導在台灣的越南人 然後有時候他們是觀光好了 他們就幫其他同學 規劃一個五天四夜越南旅遊 旅遊團 對 就是用 他們本身的幼式去學習新的語言 會比較好玩 但越南語沒有像韓文這麼夯 越南語在台灣算是比較小種語言 然後學生的學習動力也沒有那麼強 現在我在教學也會介紹學生 越南一些電視電影 現在越南的電影也還不錯 然後歌唱也是越來越紅 之前在TikTok也是很紅 叮叮噹噹啊 叮叮噹噹 對 所以這種也是可以 吸引學生來學越南語 不錯 本來是預設兩百個人 他這個Online 然後教學這樣 人家一下來了兩千個人 成長了十倍 其實台灣的學生 接下來應該不得了了 因為台灣現在越來越多 越南人來學習 來工作 來結婚 希望台灣朋友也了解 我們的文化跟語言 我們就可以就是互相理解 對 真的 一甲店的老闆娘 但她是越南的美女 我們老闆娘莉莉出場 越南美女來了 莉莉 好 嗨莉莉 來 美女 你好 來台灣多久時間了 10年 那這個10年 是嫁到這邊來就對了 我剛開始是有親戚在台灣 有親戚在台灣 人生就這樣有沒有 突然一轉眼10年過去 人就在台灣生根 她還立業 自己開店 自己開店 做美甲 美容 美甲還有美髮 都有 好厲害 對啊 平常 因為在越南就是 做美髮的話 就是有做親戚 涵蓋這些 對 就在一塊這樣子 那怎麼人家 妳看起來很正經 怎麼人家會說 妳這裡有沒有做黑的 是不是 因為穿太辣了 對啊 沒有 這也是我們對人想問的問題 上班就穿這樣 沒有 人家是做女生的生意 她脫光了也沒關係 要穿得漂亮 沒有 就是 可能就是 在台灣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 越南人來台灣都是 一半都做黑的 不會 沒有 因為我 並不會這樣 沒有 因為我 那只是 沒辦法 因為妳們長得漂亮 難免會有一些登圖子 他們非分之想或什麼 因為有客人都是進來 就是 有的人就是 問說 你們有沒有做 潛逃那些 喔 是不是 對 在門口我就直接貼 就寫一下 唇 妳就貼一個唇 唇 最黑 我跟你講 台灣做黑的 才會貼一個唇 不是 越瞄越黑 你們 土地無銀三百兩嘛 對 這個文化差異就差異 太好笑了 對 我在門口就是 一下做什麼 在店裡裡面做什麼 我懂的 就比如說剪頭髮 他寫一個唇 大家客人還是進來問 對 唇 是用黑色嗎 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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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黑那昏倒 沒有 我是 可能是因為 就是 英語還是 沒辦法溝通 所以影響到誤會 但是大家 妳剛剛講那個話 其實我們 台灣真的不會這樣 對啦 那是局部的人 對 少數 我知道 因為我 我喜歡台灣就是 我覺得台灣的 很友善 對 是很友善 人跟人之間 然後不會互相 好像看貶低人家或什麼 對 這不會 那妳要證明妳是真的可以 是做直角的 可以 妳會嗎 證明妳是純的 有 等一下 妳要拿刀子的 妳有一點抖 那我 不要抖 試試看好不好 現場來一下好不好 我幫妳拿麥 修死皮跟指甲 來 這是軟化 對 要先軟化 一見面就上游軟化 一定要軟化 先軟化 因為不能太硬 對 那個會有一次 對 這硬硬指甲 他們有跟你講 我是真的遺憾嗎 不 硬的那個 發射吧 發射吧 一隻手 一隻手就好 一隻手就可以了 另外一隻手 下次我到店裡再處理 另外一隻手改天 對 她很可愛的一個女生 在台灣 也大概有遇到 她們要多照顧對不對 她真的沒有做黑的 人是這樣 有時候他鄉異地 是不是這樣 妳要坐上小心 小心 會太高嗎 然後 我好像沒有 妳這樣會不會太 她拿刀 然後手太抖 妳這樣會不會太遠 妳這樣會不會太遠 不會 可以 好 憲哥不要怕 放輕鬆 但妳現在好像沒辦法輕鬆 妳幫我看一下 如果有紅紅的東西出來 不會 不會 相信人家的技術 沒有 她現在是要幫我修旁邊 這個肉就對了 對 你的指甲其實很漂亮 對 妳好像沒有什麼死皮 好 這樣 這樣 轉過來一點 好 我 你痛的話我可以說 你可以叫 力道有沒有需要加強 可以嗎 OK嗎 力道OK嗎 因為摸到這個手有點抖 哪邊需要加強 哪個部位 有一點抖 你痛嗎 不痛 可以 可以 趕快完成就好 會泡 會泡 現在是把那個旁邊的死肉 給去掉就對了 有沒有那個 毛布接我一下 憲哥指甲很漂亮 指甲可以啊 對啊 其實她的手也滿乾淨的 真的 她真的那個皮慢慢滑下來 對啊 可以 這是旁邊她的死皮 對 死皮 對 妳手很快 可能在越南之後 之前就是 真的很專業 我們有種田 我們有種田 所以 小時候就是 不是用這個剪刀 是用刀子 用自己刀子 刀子去 因為我們小時候有種田 然後有採線那個泥土 然後整個手腳都很黑 然後沒有這個剪刀 我們都用那個 一般的剪刀 因為你孩子這樣 憲哥會怕 憲哥 你沒有感覺到 憲哥手在發抖嗎 沒有 OK的 沒問題 他很熱 很熱是正常的嗎 越來越熱了 溫度比較高 對 所以交往過 冬天都分不了手 太舒服了 約定好 就是不能在冬天分手 夏天再分手 又拿了行李箱又提回來 然後跟我講說 我們等 等下天再考慮 再分手 再分手 他沒辦法 太冷 妳就不能買卵爐嗎 幫我再燒 燒起來好多肉 很漂亮 對啊 燒得好好 原來死皮這麼多 對啊 可是看不出來 會 會看不出來 就是 就是旁邊死肉白白的 對 好多 沒有 因為我們主要是因為 我們有運動 打球 所以他就只會有一些那個 你修得好好 他修得很棒 真的很棒 專業 他這個是真的很專業 憲哥會不會痛 應該不會 很舒服 完全不痛 沒感覺 在宜蘭的一種魚 吃腳皮 對 把腳伸下來 然後那些 真的很專業 而且他 他就這樣一點一點點 這樣爆爆爆爆爆 爆出來一堆的死皮 你看 你看 對啊 很誇張 因為男生 因為我沒做過這件事 對 從來沒做過 對男生來講 我們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 只要對方不會抱怨 我們就OK 那直男要簡單一下 太長了 太棒了 謝謝莉莉 謝謝